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Sonia 她是阿拉姑 她是 瑞莎 瑞莎小公主 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其實我很久之前就想要做的一個影片 是超級想的 原來是我第一次詢問寵物工通師的一個經驗 大概是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所以呢 我想把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聽 還沒有 去問寵物工通師之前呢 我也是存在一個半信半疑的狀態 可是因為剛好 我朋友她姐姐是寵物工通師 然後又有一個緣分 所以我想說好吧那我來問問看吧 因為我最想問的就是 我們家這兩隻 瑞莎跟哈拿姑 就是為什麼瑞莎那麼討厭哈拿姑 嗯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把門給我放近一點 他們是保持一個均勻的狀態 喔 好 他們好像說不用一定要親自看到狗 就只要傳照片給他 然後照片呢大概三到四張 然後照片一定要狗狗有看著鏡頭的 這樣就好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一個小時我就問兩隻 我就問瑞莎幫哈拿姑 你怎麼了 瑞莎 很累那我先睡一下好不好 我就會稍微跟她介紹一下 譬如說 哈拿姑是女生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問 叫請她幫我問哈拿姑說 會不會覺得一直被瑞莎和Sandy打壓 很無奈 Sandy是另外一隻 有沒有辦法讓爸爸媽媽幫你呢 然後還有再養一隻小狗 陪你玩好不好 然後再來 會不會想念Dora還有阿菲跟小黑 這是之前的 可是去世了 流氧子 本來就不是養在家裡 就是因為 他們其實是有主人的 其實他們固定跑來我們家 所以我們這不一定會照顧他們 然後因為我們有照顧他們 所以哈拿姑他們也蠻常跟他們玩的 反正就另外幾隻狗 然後再來 上次姊姊常常不在台灣會不會想她 為什麼那麼不喜歡洗澡 因為我每次幫哈拿姑洗澡 她就會尖叫 很像我打她一樣 還記得你的親媽媽嗎 哈拿姑好乖 都會親近人 但是不要一直亂跑喔 就這樣子打給她 因為 她是真的是熱愛這個世界 她愛狗也愛人 其實就是我們怕她跟別人跑走 因為她看到什麼 就看到什麼 會動的生物 她就會想要跟她親近 然後瑞莎呢 她是女的 這樣子 為了這樣講 我就說 我還有特別跟她講說 你在問我們家狗的時候 要說是我媽媽問的 因為 我媽媽跟我爸爸比較 他們比較 就是鳥蝦 他們比較離我爸媽 然後我比較像他們的一個好姐妹 這樣子 她問瑞莎說 為什麼那麼討厭哈拿姑呢 那好 爸爸媽媽不喜歡看到女生 你一直欺負哈拿姑 你是大姐 要好好照顧弟弟們 對 瑞莎是我們家最大 她是我們家最小隻的 因為她也是養到一半 別人不要 我爸媽就把她拿回來 然後說 再養一隻小狗狗陪哈拿姑玩好不好 然後說 反正你跟Sandy也不喜歡 跟哈拿姑玩 就是我就這樣問 然後說 還有問說 上去姐姐常常不在台灣 會不會想她 還有會不會想念之前的家 因為我們搬過家 然後再來就問她說 你對其他之骨的看法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約了一個時間 她會在那個時間看著照片 然後跟她們連線 好生氣齁 好 那我就直接播她跟我講 反正那個時候 她問的時候 是在一月 白到二月初 然後我已經在美國 所以我是邊聽邊哭的 就是邊流淚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先聽 瑞莎的囉 瑞莎 好 拜拜 拜拜 好 我們先聽瑞莎的 現在在跟拉莎就是連線 第一個先問她說 就是為什麼那麼討厭哈拿姑 然後她是有點在爭寵 在吃醋 她們好像覺得 爸爸媽媽對哈拿姑比較好 有時候哈拿姑好像會搶她的動機吧 然後她就不開心 然後妳不喜歡她 真的喔 你今天我的意思是什麼 哈 默認嗎 然後再來 怎麼拉姑 然後我問她說 會不會想念Dora 然後她是跟我講說 還好沒 Dora就是之前 有短暫養過後來 就是車禍 對 所以她說她不會想念她 好 很好 再來 我剛剛有試著跟就是Rasa說 讓她不要欺負就是 呃 哈拿姑 不然哈拿姑很可憐 知道嗎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媽媽的爸 再養一隻小狗狗陪哈拿姑 玩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 可是就算 你們養了一隻小狗狗 陪哈拿姑 她也還是會 就是 就是鬧哈拿姑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 就是重複跟她說 我怎麼覺得聽到重點話 你就 想要請請妳講幹嘛 不可以這樣 再來 然後我就問她說 就是上期姊姊 常常不在台灣 會不會想她 然後她就說 你都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然後我就說 她去美國讀書啊 然後她就說 她又沒有跟我說 我常常跟你說呢 我就說 是喔 她沒有跟你說 然後她就說 呃 有可能有吧 但是 我忘記了 這就是我們家的瑞莎 她讓我感受到的是 之前的那個家比較 大 是不是 就是比較可以 跑 其實就是謝謝她這個家比較大 然後之前那個家 呃 不小 可是因為門口有很大的那個廣場 就可以跑 嗯 這個也是就是瑞莎跟她講 我沒有跟她講 她跟我說 她對於Sandy的看法就是 她覺得 Sandy就是她的好玩伴好虎伴這樣 然後Coby的話 她也覺得也沒什麼看法 因為她也沒有在跟她玩 她是這樣跟我說的 Coby就是 乖乖的 然後 比較有個性 所以你看我很少把她拿來抱來拍 也是因為她不喜歡 這些呢就是 目前那個 瑞莎的 對 就是可以聽得出來 她的個性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她就是比較 就我們都會說她小頭銳面 然後就心機 比較重一點 對不對 可是她真的很可愛 她很嬌小 她會抓蟑螂 那她就是 呃 比較獨立一點 然後很愛欺負哈南谷 她會 哈南谷 她就會盯著哈南谷 很像在盯老鼠一樣 哈南谷一直一動 她都會一直看 所以就變成 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們家目前還蠻大的混亂 不要再去換哈南谷了好不好 你看她真的很可愛 好 那下一個換哈南谷了 哈南谷你在看什麼 再一次哈南谷 好 那給我們來聽一下 聽一下就好 妳都 妳都跟她說了什麼 一些些感動的話 她 她好像 我剛年輕的時候 她好像 心情沒有很好 她說跟她聯繫的時候 心情沒有很好 這個東西也很神奇 是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你們還記得去年那支影片嗎 我跟那支影片 算是一不一模一樣 就那支影片 那一陣子 她剛好車禍嘛 可是後來回台灣之後 還有被別的狗咬傷 所以她剛好跟她聯繫的時候 是咬傷 的 隔一天吧 所以她就說她心情不好 就是還蠻神奇 因為這些我都沒有講 那我們再繼續聽 那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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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壓很無奈 有沒有 就是什麼辦法 可以讓媽媽跟爸爸幫你 然後她是覺得說 她不想要跟她們玩 可是她們卻一直就是 鬧她欺負她什麼的 很善良的說法 我覺得蠻無奈的 就看 我覺得看她們可不可以 隔離開來 對 之類的 然後我問說 你有沒有想要就是 再養一隻小狗狗陪你玩 然後她就是說 她有點想要 就是自己一個人 她不會無聊 她就是自己一個人 就好了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去年 嗯 十月多的時候吧 我們就 我爸爸就是在說她公路 就又又 就是撿一隻狗 所以就是意外的養一隻狗 可是她們兩個也沒有常常玩在一起 因為 台南國都還蠻喜歡一個人安靜的 然後她說 她有時候還蠻想念Dora 阿飛跟小黑的 嗯 就我其實聽到這個的時候 很想哭 因為這三隻狗 有一隻很幸運 她在高雄 有很好的人照顧她 那另外兩隻 就是Dora是去世人嘛 然後 阿飛 是死中 對 反正就是她們小時候的玩伴 然後Hanago都會跟她們玩 對啊 所以聽到這邊的時候 真的就已經有點難過了 我們再去聽 然後她是說 她蠻想妳的欸 就是妳不在 我就問她說 妳不在台灣 會不會想她 她就說 會啊 我很想姐姐姐 姐姐都會跟我玩 姐姐最疼我了 這樣 對 就是聽到這邊就覺得 很難過 對不對 很難過 妳很想姐姐喔 姐姐明天又要走了 姐姐明天又要走了 好我們快聽完 再介紹 再介紹 然後她說她不喜歡洗澡 是因為 她不喜歡 就是 水沾到 身體 就是沾濕的那種感覺 她說她最不喜歡Rasa 因為Rasa的感覺都是 帶頭 然後 都會欺負她 沒有想像是小霸王 我覺得很不喜歡這樣 嗯 然後她說一個 哈南福超善良 她說Sandy不是故意 然後她說 其實Sandy人很好 只是都被 Rasa就是 牽著鼻子走 那種感覺 然後她說 Coby比較 好 因為她說 Coby比較不吵鬧 她比較喜歡Coby 對 因為Coby也是 就還蠻獨立的一個小男生這樣 然後她眼裡只有我媽 然後所以 所以她就跟Coby處得還蠻好的 嗯 這邊也都是我 就是 問到還蠻對的東西 她有 她是有給我看說 她之前的 親生媽媽的 那個 樣子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也是一隻 就是偏 咖啡色 深色的 狗狗 然後 她就有給我看 這畫面 她有可能覺得 這是她的童年吧 嗯 她媽媽就是一隻柴犬 所以顏色就 又很瘦 很小一隻這樣 好快結束了 快結束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她要給 那個 欸你看她媽媽的樣子 對啊 好你去那邊躺 你不舒服了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 就我覺得 嗯 我覺得部分是已經知道 那部分是還蠻生氣 就會 會覺得像 像我沒有跟她 我沒有去問過她媽媽問題 她爬了過去 給她看她媽媽這樣子 可能就是她的童年 然後後面 痾 我記得還有一個是Raisa的 後來我有請她幫我 我問Raisa 就是問說可不可以再養一隻狗 就是還沒有hook之前 然後Raisa就是說 再養一隻我還是會欺負哈拿骨 對 所以畫再養一隻 她 就真的還是 就有一種變不加利的感覺 就是她很I think的哈拿骨 怎麼了怎麼了 有一次超好笑 就是那個時候 呃 哈拿骨就是從一個地方這樣走過來 然後Raisa從她 就是一面這樣走過來 然後哈拿骨就慢慢這樣坐下 趴下去 然後Raisa 就走走走過去 然後就 填她的頭 好像就是 乖 然後這樣慢慢的走掉 就不知道她到底想表示什麼 好啦這就是我那個 詢問總共公眾室的經驗 那我也會把她的網址放在底下 因為我覺得 呃 雖然大部分 就好像 問的東西你會覺得好像就是 本來就像你知道 可是又 她又是會 多少少可以就是了解一下搞不好的想法 因為像剛剛問的那一些啊 呃 以前的家長怎樣 這個我也沒有跟Annie講 然後 然後 她媽媽長怎樣我也沒有跟Annie講 然後還有那個時候 我哈拿骨的時候 我哈拿骨心情不好 我沒有 我也沒跟她講她那個時候 剛被 就受傷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很神奇這樣子 然後大家如果想多了解 從郭通師 到底是不是 呃 真的呢 也可以去看她的網頁上面都有寫 好那今天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終於完成 我一直想完成的影片 就跟他們一起聽 這段話 嗯 那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影片 瑞莎跟哈拿骨跟大家說 拜拜 這誰要帶你購買 這誰要帶你購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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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nk 好